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9月7日 广岛三剑欲挫大阪樱花 周三下午 日本天皇杯半准决赛正式上演 大阪樱花将与广岛三剑决一死战 后者目前处于连胜之中 整体状态远胜大阪樱花 广岛三剑金扑过关毫无难度 大阪樱花本赛季进步明显 连赛中二次取得三连胜的他们排名前列 高出上季同期表现不少 而天皇杯他们也顺利晋级至半准决赛中 不过可以看出 第二圈面对关西大学 第三圈面对先台为加泰 和第四圈面对明古乌八经 大阪樱花均无法零封对手 球队后防线存在一定隐患 而目前大阪樱花亦不在最佳状态中 他们连赛遭遇两连败 其中一仗对手就是广岛三剑 大阪樱花面对广岛三剑毫无优势可言 连赛二次较量军推下败仗 最近一次交锋更是在主场零比三惨败 此番杯赛再次碰面广岛三剑 大阪樱花在劫南逃 日直连中 广岛三剑比大阪樱花多赛二轮 积分多了九分 显然联赛表现势力压后者的 而天皇杯中他们前三圈 也比大阪樱花更加霸气 广岛三剑晋级过程一球不失 全部零封对手强硬无比 如今两队都是双线作战 底气方面自然是广岛三剑更为充足 尤其是他们最近还凭借松本太制等球员三度攻破对手 大门收获胜计 队内多名球员均有终结能力 联赛至今军场入球唯一61个 仅次于横冰水手 金突再次面对手下败江大阪樱花 广岛三剑复制胜利益过界火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